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马 本期视频教大家做一个炸牛奶 是的 你没有听错 牛奶也可以炸 首先我们准备好所需的原料 再准备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咱们取一口锅 倒入牛奶 再加入白糖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 小火开始加热 边加热边搅拌 直到牛奶烧至浓稠的状态以后 就可以光滑了 然后趁热马上倒入模具当中 用刮刀烧刷皮 放入到冰箱冷冻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将冷冻好的牛奶取出 脱去模具 然后用刀切出自己想要的形状 大家可以在刀上面抹上一层玉米淀粉 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牛奶会粘粘在刀上 那老马准备把牛奶切成条上 给大家做一个杂质 切完以后我们准备一碗玉米淀粉 一碗鸡蛋 一碗面包糠 将鸡蛋液搅打均匀 然后我们取一根牛奶条 先裹上玉米淀粉 再裹上鸡蛋液 最后裹一层面包糠 然后放在纸巾上面 接着我们可以开始加热油锅 油锅加热至150特色度左右 我们就可以关最小火 然后放入牛奶条 炸至表面金黄即可出锅 放在纸巾上面吸吸油 这样一份外酥里嫩的炸牛奶 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们 可以跟着视频一起行动起来吧 我是老马 我们下期再见